我来帮你卖香蕉 你别坐着了 这是在漠视我是吗 你坐在这里 你又不说话 没人来买你的香蕉的 这香蕉是你的吧 多少钱一斤 两块五一斤 您想不想一天卖出 一百斤两百斤 这样子好不好 你今天多大年纪了 七十岁了 那这样吧 我这里有两百块钱 这里肯定不到一百斤香蕉 你坐边上看我来卖香蕉 先说着吧 亏了算我的 算了算你的 今天应粉丝要求挑战一期 帮老奶奶卖香蕉 做生意的最高模式呢 不是卖产品 是卖感觉 我设计了一套 卖感觉的营销模式 首先啊 我们常规一样 我都是来准备几句广告词的 快水千三种事情 不吃香蕉怎么行 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的香蕉还不会 晴天替你 想个雷 不选香蕉 你选谁 香蕉 今天怎么样 我们香蕉今天是蒙着卖 免费送饼你吃 今天亏一包钱都算在我的脚上 好不好 买香蕉吗 我们今天香蕉是蒙着卖 香蕉什么大干 他竟然问我香蕉是什么树脏长的 有点树脏的 多可能 你先猜 你颠一下 四斤 你看一下 四斤 他说四斤 四斤一两九 真的是 你是不是行家经常来猜的 你猜多少重 这个 不猜的 不猜的 就我猜的 对你学会的很快 物差在三两以内免费送给你 三斤吧 这个我看你 三斤 三斤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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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哪一串 这一串 多少重 我看你城市的很久 你猜多少 这个多少 二斤五两 确定 确定五五是吗 二斤九两 你也要一点 我给你要两斤 两斤一两 你不能猜这个 五斤一两 对的 对的 两斤一两 是的 对的 这个多少 多重 一斤一斤是吗 我看看 哎呀 这手气 一斤五两 四块五 白香蕉吗 我买回去他家人会不会伤心 他的家人会不会伤心啊 你来穿大的 全家人都买回去 三斤啊 我看一下 乌差有点大 四斤九 哎 好 你猜哪一串 大的 大的 来这一串 多重 四斤六 四斤六 还在小数点 六斤四 差两斤 那我给你抓 还来 一斤一两 一斤一两 我看看 一斤七两 啊 下次再来猜啊 还是看了两斤 两斤半 两斤半是吗 两斤半 啊 猜对了 哈哈哈 今天是第二个啊 第二个猜中的 这一串 一整串 两斤半 要不撑下 两斤半啊 三斤三两啊 差了八两了 好的 谢谢 你要这个你撑下 你觉得多少重 两斤多吧 两斤半 两斤半 两斤一两 好的 下次再来 这多少重 半斤啊 半斤 很有自信啊 半斤 一斤九两啊 我们这个香蕉 一根香蕉就四两斤 不知道了啊 阿婆回去吃饭了 我替她自己接摊 不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我们把香蕉都卖完了 我们这套模式呢 不管你以后是卖香蕉也好 还是卖柚子 卖西瓜 还是卖甘蔗 它都适用 我们卖的呢 不叫产品 我们卖的是感觉 来猜的人 70%的人 他都是猜错的 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通过世界营销 游戏营销 让客户呢 可能他猜错 他就多付了点钱 把这个香蕉带走了 然后这招呢 是叫做 通过刚刚这个引游的方式 把客户放在我们的面前 再通过索客 通过声单 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和量 一步一步走出去了 ise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